金賢草妙帶您關心到彰化縣警方追氣毒販 嫌犯一發現原警立刻開車逃逸 在過程當中還擦撞了路旁停放的車輛 眼看著前後都被警方給堵住 他一度猛催油門 這個時候原警立刻下車 拿出了警棍急破了車窗 同時噴灑辣椒水 嫌犯才乖乖的束手就擒 嫌犯一發現原警立刻倒車 想要落跑正巧被停放在後方的一台小轎車擋住 他油門一催往前加速想要做困獸之鬥 不過前方去路早就被警方堵住 原警利用警棍急破車窗 另一名原警跳上車爬到駕駛座旁 眼看跑不掉了嫌犯之後乖乖就犯 事實上日前原警巡逻時 發現黃心男子開車未使用燈光 同時沒有打方向燈 試圖想攔茶 不過當時他車內還有另一名男子 兩人拒絕盤茶還落跑 原警尾隨隨身後知道他是一名毒品人口 避免打草驚蛇 17號持搜索票前往他的住處 埋伏歹人 面對危險警方果斷地破窗 使用辣椒水制服 現場無人受傷 警方隨後前往嫌犯住處 起出了海洛因針筒棒秤等吸毒工具 全案以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移送彰化地檢署偵辦 接待容貌正好報道